这一节的焦点我们特别来关心的是金砖国家 今天会从经济面 也就是它的交易平台大金砖 还有它的外交面来做一个深入的分析 我们先来看到在2020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在10月22号到24天这个期间 在俄罗斯的客山举行了 预计会讨论是否创建新的多边支付体系 也就是金砖之桥这个交易系统 先是在金融基金会的董事长陈冲他分析说 金砖之桥是为了平衡逐渐被武器化的SWIFT系统 现在我们来看到统计 金砖国家已经占全球人口数的四成 让SWIFT当然就会感到非常的危机感了 今年3月就表示已经采取会来做相关的对策 中俄主导之下我们来看到刚刚说的新的系统 就是金砖之桥 能对SWIFT产生多大的制衡作用 未来世界的支付系统 可能就会变成两极化 那一边就会是SWIFT 一边就是金砖国家的金砖之桥 会对国际金融体系带来什么样一个全面的影响 江俊又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金砖之桥 这个新的金融支付平台 在这个方面将来会不会走上 二元的国际支付 二元就是一个以美元为主 另外一个以金砖货币为主 那我认为在短期间内还不可能实现 因为从1973年 这个SWIFT SWIFT总部并不在美国 在欧洲 那这个以美元来做支付 刚开始是以石油 石油买卖 大家以美元来计价开始 到现在为止已经51年了 你想要一时两刻想要改 它经过50年的打底 这个已经根深蒂固 你想要去把它变成 这个我认为只能说一大一小 SWIFT是大 然后金砖之桥是小 要这个样 但是金砖之桥 我认为有没有扩大的可能 这个发展空间很大 因为它占的人口有四成 那这四成 那这四成之后 还包括第三世界的人口 要把它拉进来 你看第三世界人口 将来支付的话 变成双向支付 因为SWIFT 按照美元来做支付 另外一个按照金砖货币来做支付 看要怎么样去走 那它变成双元支付了 将来的话是双轨 原来上一大一小 一大一小完毕之后 金砖之桥扩大 那就变成一大一中 最后面把第三世界拉下 第三世界绝对是关键 就变成两元支付了 那这条路非常漫长 因为美国在这个方面 五十年都打底 你看所有七成本国家 包含美国 加拿大 日本 那四个在欧洲 包含这个意大利 德国 法国 英国加起来七大 你不要忘了 澳大利亚也是 它也是个金砖 那个韩国是不是 也是啊 那整个东南亚国家 全部是SWIFT 那中东的国家 卖油的也都是SWIFT 你要怎么样去换 所以一直两个想要抽粮 换柱 没有那么简单 那这样子要慢慢转移 最重要我要认为 因为金砖它现在变成 由金砖五国变成金砖十国 那将来要更要广纳 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南方市场 以及我们讲到的 这个非洲 因为非洲14亿人口 54个国家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第三世界 因为他们矿产丰富 现在又在大量的搞基建 那将来的时候 它的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成长率 可能是全世界进步 还有它的成长的比例 最高的地方 应该是在非洲 把这两个要拉进来 南方市场跟非洲市场 拉进到金砖这个 我们讲到金砖之桥 货币来做支付 那才有可能跟美元来做抗衡 那这一段 这个要走的话 路非常的漫长 因为美国的衰退 不是快速衰退 而是慢慢衰退 那慢慢衰退 要花30年衰退 那它还可以称霸30年 它不会三年就衰退 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基底 它的基底是够的 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那世界上 以这个贸易来看 都是以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量 是最大 那这样的话 而且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 就是美国 那美国的发钱给大家赚 那大家都赚美国的钱 还会让美元倒吗 你都赚美元的钱 就不可能让美元倒 你宁可买美债 也不可能让它倒 倒的话是自己亏 不是自己赚 大家当全世界都来维护美元的时候 最大的获利者是美国 是美元 也保住了美元的宝座 是这个样子 虽然中国大陆经济的底气起来了 但是问题是大家靠美国吃饭 所以这样子的 这个性质不一样 竞争的 这个客观的因素跟条件是不同的 所以我认为来看 这个二元支付 原来上一大一小 然后再卖向一大一中 最后面的并驾齐驱 那我认为这个时间还要漫长 可能要花个20年到30年 好 关心完这一场金钻峰会上面的支付体系之后 我们也来关心的是他的外交政策 这一次大家也很关心 因为重头戏将会是在 莫迪会不会和习近平来举行会晤 那其实呢 在这个峰会举行前 印度方面的外交部在10月21号正式宣布说 跟中国大陆取得一个重大突破 就是中印他们在喜马拉雅山这边的 争议边境地区的针对的巡逻安排 现在已经达成了一些协议了 我们就看到说中印在金钻峰会前 突然间解决了双边的冲突 也是在为 我可以说是在为接下来的莫迪会 开始做铺路吗 老大怎么看 首先这个 你今天看这个印度是这样发表 两个月前印度是发表什么 印度是说这个 整个SIFT的这个东西呢 他认为 不用美元可以 但是不能用人民币 他在中间少不要用人民币 那不要用人民币 那是什么 用俄罗斯的卢布吗 还是用他的那个 他的钱呢 他的钱俄罗斯都不敢要 对不对 他拿钱跟俄罗斯买东西 俄罗斯把他的钱跟印度买 因为我不收 我收美元 你自己都不用你自己的钱 谁敢用你的钱呢 后来本来印度是想这样叫 可是后来发现了 这个整个金钻峰叫不理你 那他不行了 如果他这个场合没人理他 以后怎么跟美国叫价呢 所以他这个时候开始怎么办 而且到来要表示他的重要性 当然重要性 金庄国家来讲的话 那么如果能跟这个 这个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谈话 这可以提高他的声望 印度人非常注意在国内这个 因为印度人物质生活很苦 所以他们在精神上 就是我的国家又更伟大了 我的国家会怎么样 很重要 我们变强国了 所以他就是一定要跟他见面 那跟见面那两个最麻烦的事 那就是边界吧 那当然印度是想用以前 那个英国人定的那个条 什么叫什么线 妈妈怎么够线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中国当然不行了 你哪有说你英国一个旅行家 在那边话 你就说应该这样 中国不承认 所以后来就讲 就是一个实际占领线 那当然好 大家都实际占领线 这双方都可以那个 那当然这个就说 就说两个人手要见面 前面的场子要布置得好看一点 所以先把这个问题先摆 但是印度 我刚刚讲过一个 人穷自短 国穷摆烂 印度是很会摆烂的 等到以后这个事情会议建国完了 可能印度哪天 印度常常是树了一个边界 趁你不注意就往前面移五百公尺 前面移一百公尺 所以中国大陆很火 怎么几天没注意 你就往前面移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后面这个纠纷 还是会不断 但是你说会引起多大的战乱也不会 因为印度的普通水平不高 但是你必须承认 就是说这个莫迪 他是非常 你说他老奸巨华也可以 你可以说他足智多谋也可以 他是很聪明的人 好我们看完印度的角色 我们也来看到这次其实有一个定调 就是说习近平主席在这次金砖峰会上面 有提出来就是大金砖合作 那有讲的比较具体 就是说希望能够达成全球南方的 在经济上面的发展 那捍卫的是多边主义 他特别强调说 不可以做这个阵营上面的对抗 不可以另起独造 不可以想取代谁角色等等 然后不选边站等等 那现在是说有30多个国家已经申请 都希望一起能够加入 所以他强调的就是在经济上面的 发展不要求各国选边站 那美国的部分 我们都一直知道 他在外交上面 比较是一种价值取向的外交 中国大陆的部分 又能够发挥多大的吸引力 Rus又怎么看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基本的问题 是如果中国进去投资的话 或贷款等等 就没有太多的条件 尤其是没有跟人权有关 或民族发展有关的条件 如果是美国的话 美国官方的援助 总是会有这些条件 民族人权相关的条件 那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 有中国愿意投资 中国国民企业愿意 有大型的公共监视的投资 没有任何条件 除了你要返还钱之外 那如果是美国的话 条件很多 那当然很多这些 全球南方国家 觉得跟美国进行这个投资 真的是非常 太麻烦 太麻烦太复杂了 中国没有这么复杂 你这样力气或许很高 一直以来都有外国 不管是欧洲美国专家 都一直呼吁全球南方国家 你不要接受中国的援助 不用跟中国进行 合制的公共监视的方案等等 因为力气太高了 但是从美国跟欧洲政府跟专家 开始喊这件事情的时候 已经五年左右 一直一直警告 是这个debt track债务的现金了 一直一直说了 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 全球南方国家还是愿意 接受中国的援助跟投资案子 好 谢谢Ross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